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近我們在使用吸管機器人 那同學在之前已經做過4組的吸管機器人 那我們之前有在跟同學預告說我們下次會 完成4角機器人之後我們做一個6角的 6角機器人他會比較穩固他的機構會比較扎實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製作的影片 那首先我們一樣就是 是馬達 馬達這個在 做驅動 那之前我們是用這個雙面膠去做黏貼 那我下次也會提供這個熱熔膠 就是 輔助大家可以把機械把它做得更穩固 那以上這幾個動作都是跟4組機器人在製作的時候很類似 那6隻腳就是 在中間多一個支撐 那現在 在組裝的部分就是 他的腳的部分 那要 同學要特別就是注意的是他的吸管的長度好兩邊 盡量能夠讓他 同等的長度 那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有 這個長短角的問題 那你在組裝的時候呢也 順便注意到這個 如果你是 只有 只有 組裝完 沒有做黏貼的這個動作的話 待會你可以看到 影片他等一下在測試的時候 會容易整個 機構會閃掉 他現在在運轉 那這個是沒有 貼任何的這一個 就是膠水啊 或者是 是保利濃膠 那即使呢你把它 再重新組裝一遍走一走啊 也是會有 整個閃掉的問題 零件會噴出來 那就是說 任何的機構在運轉的時候 最好能夠用膠水 或者是像 影片中的熱熔膠 去做補強 然後 電線的部分呢要 做這個 固定 才不會拿這個電線跟機構 卡在一起 好 那這個就是 做出來 成功的畫面 希望下次 同學可以自己來完成